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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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我们行馆平安顺遂 保佑 保佑 我这不好意思啊 保佑我们行馆 大小平安啊 保佑啊 秦吏 秦吏 你这是做什么啊 哎呀 这还用问呢 我在贴符啊 我狠吗 你不要吵我啊 对了 国师 你不要吵他 他啊 已经贴了一早上了 只剩我们几个人 没被他贴上而已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秦吏一大早来找我 说要帮他画什么 一堆辟邪的符 说什么要吃鬼辟邪 就是为了他说的 厨房有鬼这件事 对啊 这就不是我再说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 国师 你赶快劝劝他了 叫他别在那做白日梦了 你看 把我们行馆贴成这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这里出了什么事 嘿嘿嘿嘿嘿 你这个死滑瓶啊 我静静地不说话 你越说越过分啊 你不要说风凉话 我告诉你 你只是没有遇到而已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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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遇到 你比较幸运啦 那你就尽管放心 像你这么嘴硬的人啊 那个鬼啊最喜欢找你了 到时候你如果遇到 就不要吓他屁股尿流 哎呦 我好怕哦 好了好了 你别吵了 秦吏 你如果怕的话尽量贴 哼 华萍 说不定啊真的有鬼 可是我们只是没有遇到而已 你就少说两句嘛 好啦 如双姑娘都这么说了 我就不跟她计较啦 嗯 是我不跟你计较 哎呦 六伯温 你在呀 还好还好 我有事情要找你商量 老板娘 什么事 哎呀 这件事情跟我们阿里有关 哦 阿里怎么了 因为啊 我刚刚去找阿里的时候 发现阿里在吃尖带 她还告诉我 那个尖带是河里煎给她吃的 啊 河里 怎么可能 河里不是在七公主那儿吗 七公主哪有可能 让她回来行官找阿里啊 我也是这么想啊 她怎么可能从七公主那里逃出来 可是阿里也用不着骗我呀 嗯 会不会她在跟你开玩笑 看起来不像哎 啊 后来 啊 后来 我在花园的时候 看到阿里 好像在跟某个人说话 说得好高兴 还笑嘻嘻的 啊 她爱谁说话 问题就是 我没看到人呢 啊 你们看 你们看 我们的新冠典有鬼 阿里捉到鬼了 哎 哎 哎 拜托 我们现在在说正经事 你不要闹好不好 哎 你呀 嗯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搬在场了 老板娘还没说完呢 后来啊 我又仔细想了一下 我才想到 阿里回来那天 那晚 我带着阿里一起睡觉的时候 阿里啊 有跟我提到河里 她还说 说什么 她说 是河里带她回来的 我本来以为 可能是 阿里她太累了 小孩子胡言乱语 不过 后来想一想啊 就凭她一个小孩子 怎么可能从七公主那儿 平安逃回来 这其中 一定有什么蹊跷 我怎么想就是想不通啊 哎 你说呢 我看 我补一挂算算看好了 怎么会这样 哎 我第一次看到同情会立着耶 刘国师 怎么会这样 我再试一试 哎 喂 唉 过世 童群怎么跌在一块儿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对不对 我没有啊 对不起 借过一下 我请问一下 这样能看出什么卦象吗 阿姨 要看卦象 童群一定要散开的 跌在一起是不行的 对不起 佛里哥 你看 月亮这么圆 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约会 是不是很有气氛呢 可是 这句话 我已经说过这么多次 佛里哥 你怎么还不出现啊 难道你打算要施约吗 月亮啊 拜托你 你要帮帮忙 你要亮一点 要不然 目太黑 我怕和李哥看不到路 会摔跤的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到我 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可是有句话 我怕我现在如果不说 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就没问题了 静铃啊 其实你对和李哥的感情 我都知道 我要不是没血没泪 也不是你不讨人喜欢 和李哥不能接受的原因 是因为 是因为我的心里 已经有老板娘了 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 而且我现在又捧成这个样子 我看你还是 再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人 幸福地度过一生 月亮啊 我拜托你 赶快把何里哥 带到我的身边好不好 何里哥 徐院长 怎么是你啊 金灵 赵木晚来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我 七公主曾经命令桑齐去杀土赵木 看来 七公主很怨恨土赵木 金灵是土赵木的外孙女 如果抓了金灵 那就可以逼土赵木出面 这是一个理工的好机会 金灵 三间半夜 你一个人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一定不是做什么好事 跟我回去 我有话要问你 我不要了 你敢反抗啊 证明你心里有鬼 走 跟我走 我不要 你别抓我 走 别抽筋啊 你想对金灵做什么 我不是你欺负金灵 糟了 我现在是鬼魂 我救不了金灵 不行 我快回去找人帮忙 何丽 你不要再玩了 老本娘跟阿丽已经将韭菜准备好 在外面等你了 对啊 何丽 阿姨在等你了 双姑娘 天 刘国师 你们真的看得到我 何丽 不要让娘等太久 走了 阿丽 不能走太快 我会 好 不要太快 我们慢慢来 好好 不要太快啊 不要太快 阿丽 阿丽 你快起来 阿丽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金灵有危险了 你快起来救他 阿丽 阿丽 快点啊 金灵有危险了 你再不起来 他就要被你中心地抓走了 阿丽 不要吵了 人家要睡觉了 等你睡醒了 金灵就没命了 阿丽 阿丽 你快点起来 不要 阿丽 不行 我去找别人帮忙才行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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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我没有你这样的娘 你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小蝶 小蝶能够破解在他身边的法术 也许他也能让牟大天宫失效 阿丽 刘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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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灵 他现在有危险了 你要赶快去救他 刘国师 牟大天宫的威力在于绝灵界 绝灵界 灭生阵 绝灵 灭生 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关联 刘国师 金灵 太行 这样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在一起 烂烛怎么突然熄灭了 是我啊 刘国师 是我啊 刘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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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哎呀 我 奇怪 东山坡 精灵有难 不好 想不到 我只是想把茶壶弄歪 人就已经这么虚弱了 不过还好 老金 谢谢你 现在刘无师已经敢去救精灵 精灵就应该有救了 学院长 我没有做坏事 你不要抓我 死丫头 叫你别跑 你没听到吧 别跑 好痛啊 死丫头 我看你能跑哪去 死丫头 你不要抓我 死丫头还敢咬我 我看你跑哪去 住手 刘伯温 刘国勤 精灵 都有 有我在 你别想伤害精灵 你 你给我记住 刘国勤 你给我记住 哼 刘国勤 谢谢你 幸亏你来救我 要不然这下子我就会被学院长抓走了 刘国勤 刘国勤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 是有人告诉我 你先别问这么多 我先送你回去 好 走 阿里 你说 你为什么要捉弄我 我捉弄你 有吗 你不要跟我装傻了 你今天一定要给我的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河里的约会不顺利吗 哼 你还敢说 昨天河里哥根本就没有来 害我在那里等了一个晚上 而且 他没来就算了 后来 学院长还突然出现 差点就把我抓走了 什么 学院长要抓你 对呀 要不是在危急的时候 刘国勤及时出现救了我 我现在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了 阿里 我是哪里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 你太不够意思了 精灵 你先不要生气 我真的有帮你约河里啊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也跟河里说好了 叫他去跟你见面 我怎么知道他会没去 你真的有帮我约河里哥 当然是真的 原来如此 我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 你有帮我约河里哥 一定是河里哥讨厌我 不想跟我见面 才会没来 一切都是我自己 自作多情 经理 经理 好啊 这个河里为什么要施约 和精灵这么伤心 你一定要给我解释清楚 这下糟了 虽然现在精灵平安无事了 可是等不到我 他一定很伤心吧 不过我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 不出我不守信用 我有趣啊 只是他看不到我而已 可莉 我问你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去东山坡 跟精灵见面 我去了 你还骗我 精灵都告诉我了 你知不知道你昨晚没去害他很伤心 我也知道他会伤心啊 不过 不过我 不过什么啊 你知不知道你昨晚没去 害他遇到危险 差点就被东勇抓走了 为什么你答应我的事却做不到呢 你要给我解释清楚 解释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啊 我要说因为我已经死了 所以精灵看不到我吗 你说话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 我心情不好 不想见任何人 就因为你心情不好 就可以十约不去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 我问你啊 我本来就不想跟精灵约会 是你一直拜托我 我才答应你的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精灵会遇到危险 为什么他会这么伤心 这一切是不是因为你太爱管闲事了 我问你啊 我想 你们两个很相配 你想你想 你还真会想啊 为什么你要自作主张 把别人安排这安排呢 有人拜托你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 会给人添麻烦 你有没有替我想过 我会增加多少麻烦 我不知道 不能够 你又要假哭了吗 又要逼我答应什么事情了吗 你也只有这两只奥尔雅 有没有心呢 我没有 盆里 我讨厌你 我话是不是说太重了 伤了一个孩子的心 我 我真是不应该这样跟他说话的 我看我等一下找个机会 去跟他赔个不是好了 好 河丽 你不要再玩了 老板娘跟阿丽 已经将酒菜准备好 在外面等你了 对啊 河丽 阿姨在等你了 双姑娘 这 六国师 你们真的看得到我 河丽 不要让娘等太久 走了 阿丽 不能走太快 我会 好 不要太快 我们慢慢来 好好 不要太快 不要太快 刘姑师 树珍 我有事情想找你商量 方便吗 当然 请 谢谢 刘姑师 你有什么事想找我商量 是这样的 昨晚在我房里 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 我的房里无缘无故 烛火突然熄灭了 接着 茶壶突然被弄翻 然后在桌上立刻就出现了 用水写的字迹 用水写的字迹 嗯 字迹的意思是 精灵有难 要我赶到东山坡去救人 后来呢 后来我赶去东山坡之后 果然发现东友正在对付金人 我就把精灵救回来了 树珍 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玄奇 没错 不过刘姑师 你有没有想过 会不会是有人用法术来通知你 精灵有了危险 可是 我已经在行馆的四周围 布上了金刚法网 如果有人进入我 或是施展法术 我应该会知道才对 我可以确定 昨晚 并没有人使用法术 刘国师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行馆里面可能真的有鬼鬼 刘国师 闹鬼之事 请李俊爷闹闹也就算了 怎么连你也在开玩笑呢 树珍 我不是开玩笑 照这个情况看来 我说的应该是事实 就算是闹鬼 人世间生死来来去去 哪户人家哪个地方没有死过人 就算有时候有一两个灵魂 没有去阴间报道 这是很正常的 刘国师 仙剑你都去过了 有必要对这种事大惊小怪吗 树珍 我不是大惊小怪 我只是担心这个鬼魂 很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才会不惜一切 耗随她自己的灵力想提醒我 精灵有难 要我敢去救她 也可能是精灵她家死去的亲人呢 我记得精灵她娘已经去世了不是吗 也许是他们察觉到精灵有危险 才会来通知刘国师你 好及时出现救精灵啊 树珍 只有刚死不久之人 她的鬼魂 才有办法移动人世间的物品 精灵的娘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她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再说 赵母兄是一名高手 如果她真的要救精灵 她还可以请赵母兄去救就行了 又何必找我 我只是担心 这个鬼魂 是我们的朋友 只是我们不知道她已经出事了 刘国师 听你这么说 这个人是谁 你已经知道了 你还记得吗 之前我会合理占卜的时候 可是却占卜不出任何卦象 我记得 一般而言 占卜不出卦象 有两种情形 一种 是在仙境里 因为不是在凡间 所以卜卦之术 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树珍 这点您应该很清楚 至于第二种可能就是 是什么可能 被占卜的对象 被占卜的对象 已经离开了人世间 所以卦象 无法补算出她的处境 以及她目前所有的状况 我担心 合理已经出事了 卢国师 你都推测出来了 又何必特地来找我商量这件事呢 因为这几天 我仔细地观察过你 你的眼神 经常会嘲笑 分明就是空无一人的地方 我还是瞒不过你 好吧 我说 其实在阿里回来行馆的那天 我就已经看到河里了 因为我在仙界修行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河里已经死了 秦李俊爷在厨房看见的鬼 应该也是河里 只是我一直没有说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说呢 说出来又如何 大家会伤心 会难过 阿里要是知道 河里为了救她而死 她会有多自责 而且 要是阿里知道 河里是鬼王之后 说不定她会怕 她会不敢看到河里 河里对阿里的感情这么深 我怎么忍心 让河里伤心难过 所以我不忍心 把真相告诉阿里 我也不忍心 把河里赶走 你不忍心赶走河里 难道你就忍心看河里魂飞魄散 你应该知道 河里的魂魄 要是在人世间待得越久 它就会越虚弱 你这么做不是在帮她 而是在害她呀 我 其实我也很犹豫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好 主人 别听我说 河里已经死了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要让河里 能真正放下一切的牵挂 让她安心地 到她该去的地方 那么刘国师 你说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帮助河里 放下这一切呢 阿里 来 快点 这是我帮你煎的蛋 你最爱吃的煎蛋 好香 快吃 我才不要吃你煎的蛋呢 阿里 你不是说从小到大 最爱吃的就是我煎的蛋吗 怎么现在又说 你不想吃我煎的蛋吗 你不是说 我总是给你找麻烦 那你就不要理我了 我不需要你的照顾 阿里 阿里 对不起 我知道 刚刚我把话说得太重了 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听起来就是那个意思 我不想再看到你 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阿里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 你知不知道我怪了你 我 谁叫你要对金铃誓约 害我变成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还害金铃遭遇到危险 你这个没有信用的人 大家都叫我不要理你了 阿里 我 我不是没有信用的人 我昨晚没去 我不要提 我才不要提 阿里 阿里 我的头怎么这么晕 我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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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 阿里 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 对不对 天望爹 是啊 阿里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 这 难道他不看得到我 这不可能吧 阿里 阿里 虽然你跟阿里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 你对阿里来说 是最亲最亲 比血缘还亲得亲人 阿里 你不要再玩了 老板娘跟阿里 已经将韭菜准备好 在外面等你了 对啊 河里 阿姨在等你了 这双姑娘 天 你 李博士 你们 你们真的看得到我 河里 不要让娘等太久 走 阿里 阿里 不能走太快 我会 好啦 不要太快 我们慢慢来 好好好 不要太快 不要太快 原来你的魂魄已经开始风散了 河里 我知道你已经忍耐很久了 很辛苦了 你慢慢地走了 小语 绝灵箭即将要发射了 大明岌岌可灵 绝灵箭一旦摧毁应天 恐怕会遭致大明的不满 到时候让大明同仇敌忾 恐怕将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如果是这样 我们必须想办法 将这个伤害拓大 这样大明就无力反捷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 好 河里来了 来 坐这儿 来 好好好 坐 大家坐 坐坐坐 大家坐 这个都是你爱吃的 你爱吃的菜 你爱吃肉不爱吃菜 多吃点 多吃点啊 老板娘 你怎么看得到我 对啊 大醉的 你多吃一点 没洗头的 你也看得见我 难道我 大醉的 这是 你最爱煮的八枕糖 你吃吃看 这是我煮的 你 你这个没洗头的 你呀 你这是乱来 我河里爱喝的八枕汤 是我自己煮的 至于别人煮的 怎么可能跟我煮的一样好喝呢 河里 不是我爱说你 你煮的八枕汤 只有你自己觉得好喝 你骗鬼啊 大嘴的 大嘴的你又听清楚 我这是 为了很大的功夫 模仿你的手法去煮的 而且你是按照你的刀法 跟煮的时间 模仿你的手法想去煮的 你很好看 你很好看 模仿我的手法 我 大嘴的 好不好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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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大哥 你才是这世上 最厉害 最感动人的 大厨师 没洗头的啊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可是却不好意思说 我遇过这么多的厨师啊 你的手艺跟功夫 还可以算是最 不不不不不不 是第二好的 因为啊 还是我一点点 不过要煮出 这么难喝的八枕汤 还真是不容易 莫莉 我从小 就是你把我照顾到这么大 我都没有叫过你一身爹 可是你对我 比我的亲爹还要亲 我会永远记得 你煎蛋的味道 其实 每天你找着要吃煎蛋的时候 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家 那跟你在一起 那跟老闆娘在一起 那跟老闆娘在一起 可是我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闯进了你的家 也威胁到你所珍贵的东西 只有这样一个不速之客 你还可以这么样的包容我 我很谢谢你 这杯酒 我敬你 好啊你 天啊 你这臭小子 你还把我的厨房弄破好大一个洞呢 不过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烧掉你的棉被 你就可以跟我们老板娘乱来 你就可以当老板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何丽 谢谢你对我阿姨那么好 照顾她那么久 只要阿姨一句话 不论理由有多荒唐 别都会帮她做 甚至还守在我的房门外 整夜都没睡 何丽啊 我也要谢谢你 谢谢你帮忙 让我们祖孙二人相认 谢谢你愿意牺牲自己 做了你并不喜欢做的事情 谢谢啊 外公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人家我对何丽哥 一直都是一往情深的 女儿 静麟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可是很抱歉 何丽和母 我的心里印尽 何丽 老板娘 我们一起开客�ent 住在一起十几年 对我来说 就像是已经一辈子一样了 客栈里有那么多的男人追求我 可是从来 从来 没有一个男人像你一样 对我永远不变性 其实你知道吗 在我的心里 我根本没有把你当成一名追求者 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追求者 因为在我的心里头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我的亲人 老板娘 河丽 老板娘 河丽 你为了我 为了把我从坏人手里救出来 你能忍着这么大的痛苦 勉强留在这个世界上 你 河丽 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 为了自己最重要的心人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原来 原来你们大家早就知道 知道我已经 河里 你问他们为什么看得到你 其实 他们还是看不见你 听不到你 这怎么可能 可是他们有些人 好像真的看得到我 而且我说话 有的人还会跟我对话 河里 树贞说得没错 我们是靠着阿灵 跟树贞的交汇方向 来猜测你的方位 至于你说的话 我们也是靠着他们的反应 来自行判断你到底在说什么 原来是这样 我刚才还以为 怎么突然你们都看得见我了 我还以为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河里 虽然我们大家看不见你的身体 可是我们看得见你的心 我的心 不只是现在看得见 我们永永远远都看得见你的心 因为在这个世上 你曾经用你的心 去爱人 与被爱 去疼惜人 与被疼惜 现在离所爱的人 永远都会记着你 你一定也会永远记着 你所爱的人 下领 绝灵剑即将要发射了 大明岌岌可为 绝灵剑一旦摧毁应天 恐怕会遭致大明的不满 到时候让大明同仇敌忾 恐怕将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如果是这样 我们必须想办法 将这个伤害扩大明 这样大明就无力摆击了 你曾经用尽了心思照顾 并保护你在意的人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他们会过得很好 他们会好好照顾自己 你可以安心了 你不用再拖着痛苦的身躯 继续撑下去 好 好 我总算可以安心了 可以安心地走了 河丽 你不要走 河丽哥 河丽 河丽 不要离开 你不能想要河丽 你不要这样 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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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了 这是河丽 我已能够跟大家告别的机会了 恕贞求你们帮忙 让大家能够看到河丽 听到河丽 河丽 河丽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了 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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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到河丽哥了 大嘴的 没有看到你还这么习惯呢 河丽哥 师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老八娘 我河丽要先走了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很抱歉我不能再陪在你的身边了 但是我想跟你相约来生再见的时候 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很义军很义军的帅哥 到时候你一定要答应我的求婚好不好 我不要 即使我变成帅哥 你还是不能接受我吗 你下辈子不得要长得很帅 还要变得非常有钱 要捧着金山银山 到我的面前来才行 对 我怎么忘了 好 我下辈子 一定会变得非常帅 非常有钱 捧着金山银山到你的面前 扛着用皇亲打造的画角 来引起老板娘 娘 老婆 我那么爱钱 怎么会不好 何丽 下辈子 下辈子 下辈子我一定会等你 你要记得用黄金花角 来引起我进门 好 我一定会的 好 我一定会的 对了 对了 姑娘 爱琴 胜过爱帅哥 哪有啊 我的合理哥 已经很帅了耶 你看 我现在看到他 我的心还是一样 会蹦蹦跳啊 谢谢你 对了 谢谢你 对了 谢谢你 对了 谢谢你 那你要答应荷里哥一件事情 你来看荷里哥的时候 美妮 你来看我的时候 不管你生了多少双胞胎 你一定要全部都带来 让我一个一个地看 看他们有没有像你 这么古怪精灵又可爱 荷里哥 你放心了 我精灵才不会这么随便 就被失恋打倒 虽然你是全天下最英俊的人 可是我一定会找到 全天下第二个英俊的人 然后生很多的孩子 幸福给你看 我会的 我一定会的 我一定会的 这样就好 这样救我 一定会 河里哥 大嘴的 谢谢各位的照顾 河里也要先走了 请大家一定要保重 要吃得健康 河里哥 河里哥 河里已经回去立个家了 那是另外一间明日客栈 河里哥 在那个地方 他不会有烦恼 也不会有坏人 以后你不需要再拿着菜刀 捍卫你最重要的人了 河里 在那个地方 只有我们大家对你的思念跟祝福 你要记得 我们会由于想念你 期待再相会 看到你的事 我们开心 我们不觉得 什么 我们教育的心 戀過 心有我騎你啊 水 若想起 過記裡對我 讓我心不變 今天有個記憶 想我唱海影 我娘我 別再相信我 我了解是我對不起你 你若是 心裡有苦情 請你講出嘴 天氣一天晚上 讓我受不了 我知 子 子 我的天小人 因為我花的黏黏著青